说到这个食物造假的问题 我们可能先想到各种假冒和伪劣的食物 像2008年臭名昭著的三具勤案假奶粉事件 但食物造假的范围 其实可以延展到对消费者所进行的任何欺骗行为 其中既包含了缺金少两这类的坑蒙拐骗的伎俩 还包括往食物中添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剂 以及招摇状骗 夸大食物功效的谎话等等 此外 还有一个误区 当我们面对这些食物造假的行为时 总是容易陷入对过去的怀念 在我们的想象中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 那时候没有杀虫剂 也没有添加剂 那时候的孩子们喝的是最纯净的牛奶 那时候家禽家畜也是吃着天然的食物长大的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发现食物造假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以工厂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工厂 食物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 这就为造假提供了技术手段 当西方社会通过工业革命走向繁荣时 资本本身的贪婪属性也开始显现 梳理一下英国 美国 德国等工业强国的食物造假是 我们可以看到造假行为背后商业和政治的激烈博弈 不过 虽然食物造假的行为层出不穷 但让我们欣慰的是 历史上也有许多人 依然选择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打假攻坚战 正是因为它们才让更多人认识到食物造假行为的危害 做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我是您的专属伴读 原媒体朗读者 雪山 今天的沐鱼见闻 我们一起来读《美味欺诈》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7万字 作者是比威尔逊 是英国著名食品作家和历史学家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担任思想史研究员 同时 他还在英国时政周刊 新郑之家担任过五年的美食评论家 正是这段美食评论家的经历 让威尔逊意识到 如今我们已经很少能够接触到 没有参加的食物了 喝下一瓶可口可乐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水质量是否达标 吃下一片面包 我们也几乎尝不出里面麦芽的响起 因此他才会写下这本 《关于食物造假历史》的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食物造假的历史经历了从物理造假到化学造假的变化 第二个重点是 食物造假的原因 在于其鉴别和追责的难度很大 政府的监管却并不到位 第三个重点是 在食物造假的历史中 并不缺少打假英雄的身影 首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食物造假的历史经历了从物理造假到化学造假的变化 食物造假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出漏端倪 最初的食物造假行为 通常只是发生在物理层面 例如网大米中加入小侄子 作者发现 早在十九世纪初的伦敦 普通人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 吃的奶酪是在坏了的牛奶里 掺入米粉或者木薯粉制成的 喝的咖啡来自咖啡粉和菊菊粉的混合物 伦敦只是食物造假行为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 在整个日不落帝国 普通人吃的大多数食物 都有不同程度的造假情况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茶叶造假的例子 很具有代表性 当时伦敦有一个女佣 她在喝茶的时候 喜欢往茶中加入一茶匙氨水 虽然这样的口味很奇怪 但她认为这样做可以治病 有一天 这位女佣在往茶中加氨水时 惊讶地发现 茶水居然变成了蓝色 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 原来女佣买的茶叶 并非真正的茶叶 而是黑刺里这种植物的叶子 黑刺里的叶子 虽然外形像茶叶 但颜色却和茶叶不一样 为了让黑刺里的叶子 呈现茶叶的颜色 生产商把黑刺里的叶子和铜 放到一起住 直到黑刺里的叶子 变成绿色为止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美国 在19世纪后期 美国的食物生产 通常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进行 这就使得美国食物的质量 急转直下 例如生产香肠的工厂里 肉被扔得随处都是 老鼠在肉上面 跑来跑去 工人们也随意踩它 随口吐瘫 当时 为了将这些香肠卖出去 奸商发明了各种造假方法 例如往香肠中 加入胡椒 肉桂等香料 这样一来 即使已经腐烂的肉 也不会散发臭味 如果说 这些造假的香肠 普通人 还可以敬而远之的话 那么当时的美国 连牛奶也会造假 而这些牛奶 几乎是婴儿们 唯一的食物 19世纪 50年代 美国曾发生了 臭名昭著的干水奶事件 所谓的干水 就是酿酒过程中 产生了废弃物 河下脚料 当时 为了给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提供充足的牛奶 很多奶牛厂 都开在郊区 并且位于酿酒厂旁边 这些奶牛厂里的奶牛 被关在巨大且黑暗的牛棚里 每天吃的都是干水 想想看 六七百头奶牛 挤在一间肮脏的牛棚里 除了躺在满是粪便的地上 就是吃酒渣饲料 一开始 这些酒渣饲料奶牛们 也不吃 但一两个星期后 奶牛们就习惯了 吃了几周 酒渣饲料后 奶牛们的嘴和鼻孔都脏得吓人 眼镜也成千灰色 这些都是过度酗酒的症状 据统计 从1870年到1900年 这三十年间 美国五岁以下的儿童中 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亡 这和干水奶的泛滥有关 到了二十世纪 美国的食物造价仍然在继续 只不过这时食物造价不再局限于物理层面 而更多表现在化学层面 也就是入各种化学添加剂 当时 随着食物生产手段和科技的发展 众多化学添加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加油防腐剂的果酱 加了甜味剂的糖果 加了增香剂的糕点 都出现在美国的商店之中 一开始 人们对此并不排斥 毕竟加油防腐剂的食物可以保存很久 加油添加剂的食物味道也更加可口 但是 很少有人意识到 这些化学添加剂 可能对人体产生各种危害 根据美国国会的研究 当时市场上所用的840种化学添加剂中 超过一半都是有毒有害的 这意味着 人们每天都和大量不安全的食物打着交道 这种利用化学方法进行食物造价的行为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达到顶峰 当时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兴职业 叫做香料师 他们就像巴黎的高级香水师一样 能够调制各种各样的味道 只不过香料师进行创作的原料是人造香料 他们的产品也不是香水 而是食物 例如 香料师能够生产番茄混合剂 这样番茄酱的生产厂商就能大量减少番茄的使用量 同样利用香料师生产的乳香精 很多生产商能够生产出不含牛奶的乳制品饮料 对于这些食物 香料师们往往洋洋自得 他们说 如果榴莲酥吃起来满是榴莲味 那么里面到底有没有放真正的榴莲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 作者确认为 香料师们正在进行食物造价的行为 这不仅是因为往食物中加入的香料 通常都对人体有害 更是因为香料会对人们的口味形成误导 毕竟香料营造的香味 并不是食物本来的香味 对于吃惯了加了香料的榴莲酥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反而不习惯真正的榴莲的味道了 更糟糕的是 香料的使用 可能会导致食物本身品质的下降 例如在1972年 香料师们研制出了一种 类似鸡肉口感香料 于是 很多养鸡场开始给饲养的小鸡 注射这种弄香料 并且在饲养仅仅49天后 就将这些注射过香料的鸡投入市场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食物造假的原因 在于其鉴别和追责的难度很大 政府的监管却并不到位 虽然古代也有食物造假的行为 但为什么直到工业革命之后 食物造假才开始泛滥 甚至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在作者看来 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食物生产链条的拉长 公众对食物造假的漠然态度 以及政府的放纵 首先来看第一个原因 工业革命促进了食物加工业的发展 这使得对食物造假的鉴定更加困难 工业社会之前 由于加工方式相对简单 食物通常保持着纯天然的样子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面包 当时市面上一般只有七种面包 每一种都有对应的重量 价格和成分 人们可以轻易地鉴别出某种面包是否造假 但是现在如果你走进一家面包店 你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 它们不仅色彩各异 而且造型差异也很大 光是看一看 你就会眼花缭乱 再加上各种化学添加剂的作用 你根本尝不出来面包到底有没有造假 同样 当我们喝下一瓶可乐时 舌头分辨不出制造可乐的水里 细菌是否超标 吃下一只鸡翅时 也感受不出来生出这一对翅膀的鸡 是否死于半年之前 于是 发达的食品加工业在向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美食的同时 也让我们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 去鉴别这些美食到底有没有问题 食物造假的第二个原因 工业革命导致食物的生产链条拉长 这使得食物造假的追责也难以实现 在工业社会之前 食物的生产链条很短 人们要么就是吃掉自己种植的粮食 要么就是跟同村的人进行交易 这些简单交易的双方 通常都互相认识 但是工业革命后 传统的农业社会被打破了 人们要想获得食物 只能通过各种百货公司与杂货铺 而这些地方销售的 可能是遥远的工厂生产的食物 这些食物的原料 甚至可能来自外国 这样一来 食物的生产链条被拉长 任何一个环节 都有造假的可能 就算消费者发现买到的面包 有造假行为 也根本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用了劣质的小麦 还是生产的环节有问题 食物造假的第三个原因 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这纵容了食物造假的犯了 虽然食物造假的鉴定和追责都很困难 但只要政府加强监管力度 那么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遗憾的是 政府在这方面 却习惯于采取放任自留的态度 这进一步导致食物造假的行为大肆反乱 例如在19世纪 英国政府倾向于认为 食物造假行为虽然令人遗憾 但却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 既然整个日不落帝国的繁荣 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 那么只能对食物造假放任自留 等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 因此除了像茶叶食言等少数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领域之外 对于大多数食物交易行为 英国政府都毫无作为 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 自然让食物造假者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20世纪的美国 虽然对食物造假的监管有了一定进步 但政府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思想 这使得监管往往流于形势 例如 美国政府要求 所有食物生产商都需要在食物包装上写清楚食物的主要成分 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这些说明就像天书一般 薯片的包装袋上写着 里面含有饱和脂肪酸 可是饱和脂肪酸到底是什么 对人体是好是坏 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 更糟糕的是 政府对食物造假的监管 有时候还会受到各个利益集团游说的干扰 例如在1953年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后 他就广泛接纳各种加工食物 并解除了食家在食物制造商身上的枷锁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这么做 正是因为各大食物制造商 以及化学添加剂生产商进行长期游说的结果 虽然食物造假从工业革命之后就开始大范围流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事实上 在历史长河中 有很多人始终致力于食物打假工作 守护着人们的健康和安全 这便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在食物造假的历史中 并不缺少打假英雄的身影 作者重点介绍了四位打假英雄的故事 分别是利用化学实验打假的阿库姆 利用显微镜打假的哈塞尔坚持实验研究的威力 和为食物作DNA 检测的吴尔夫 我们先来看阿库姆的故事 1796年 阿库姆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阿库姆之前 人们要想知道食物是否造假 只能依赖感官测试法 也就是用眼睛看 用鼻子纹 用舌头长 但这种感官测试法的作用非常有限 比如在面包中加入明凡 或者将过七辣椒和新辣椒混合制成辣椒酱 那么感官测试法根本无法分别 作为一名化学家 阿库姆想到了利用化学实验的方法 来帮助人们更好的鉴别食物是否造假 阿库姆花了28年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化学实验 分析英国的啤酒和黑啤酒 并鉴别出其中哪些是真品 哪些进行了造假 此外 阿库姆还写作了《论参甲》一书 书中介绍了很多简单的化学实验 可以帮助消费者弄清楚买回来的食物是真是假 例如 消费者可以通过低温冷冻 判断橄榄油中是否加入了鹰素油 也可以用氯化钾浓溶液 检测柠檬汽水中是否加入了酒质酸 但是 随着食物造假手段不断烦心 简单的化学实验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例如 当时英国流行往咖啡粉中加入菊菊甘粉 但这却无法通过简单的化学实验进行鉴别 于是哈塞尔接过了阿库姆的接力榜 开始利用显微镜 继续这场与食物造假行为之间的战役 1817年 哈塞尔出生在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 这似乎注定了他和显微镜的缘分 哈塞尔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运用显微镜 进行食物掺夹检测的人 他曾经在伦敦的几家店铺里购买了咖啡样品 然后通过显微镜观察 结果哈塞尔发现 这些咖啡样品中含有相当多的烘焙过的小麦 黑麦 豆磊和焦糖 由此发现 这些咖啡商都进行了食物造假 此外 哈塞尔还和托马斯·沃克利联手合作 打击食物造假 沃克利是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的创始人 哈塞尔和沃克利决定 在柳叶刀上每周公布检测报告 对伦敦大街小巷中可以买到的食物进行检测 并披露贩卖假货的店铺名称和地址 可以想象 二人的这一决定 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也因此得罪了一大批店铺 从1851年到1854年这三年间 哈塞尔分析了超过2500份食物养品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假货 这也说明当时英国的食物造假 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阿库姆和哈塞尔是英国的打假英雄 美国也有自己的打假英雄 威利就是其中的代表 1844年 威利出生在肯特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 威利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 他先后在印第安那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 毕业后在普渡大学任教 一开始 威利的研究领域是有关糖类的食物造假问题 因为他本人对甜食抱有浓厚兴趣 威利发现 大部分液态蜂蜜 都是经过巧妙伪装的葡萄糖 里面只有很少的真蜂蜜 随后 威利也出版过各种检测报告 以此来抨击食物造假 但是 威利最伟大的举措 并不是这些检测报告 而是成立了12人的试毒小组 他们自愿参与实验 以血肉之躯来验证各类化学添加剂的毒性 通过实验 威利证明了 诸如彭沙 甲本酸盐等防腐剂都对人体有害 并推动了美国纯天然食品与药品法案的诞生 威利也被称为纯食品药品法之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如今食物造假的手段已经千姿百态 因此打假的手段也需要与时俱进 负责监察英国各地食物造假的乌尔夫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打假英雄 乌尔夫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首创了DNA检测的方法 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食物行真学 对印度香米进行DNA检测 是乌尔夫这种食物行真学的重要应用案例之一 印度香米的价格远远高出普通些米 这是因为它质量上乘而产量又很稀少 但是在英国的鲜米市场上 售卖的印度香米的质量却参差不齐 为了打击印度香米造假行为 乌尔夫尝试利用食物行真学的方法 对市场上在售的印度香米的样本进行了DNA检测 2004年 乌尔夫公布了调查结果 这份结果表明 市面上的印度香米几乎都存在造假的行为 在公布调查结果的同时 乌尔夫还生产出一种叫做芯片实验室的产品 利用这款芯片实验室产品 就算是非专业人员 也能掌握鉴别硬度香米的方法 此外 乌尔夫也通过DNA检测的方式 替那些没有进行造假的实物证明 例如 英国曾经流行一种说法 认为来自欧洲大陆的萨拉米香肠中 掺杂了驴肉和马肉 但在2003年 乌尔夫却通过DNA检测的技术 证明并没有任何掺假的情况 从而为萨拉米香肠进行证明 好了 今天的半读就到这里 希望能给您带来读书的快乐 感谢您的聆听 也感谢本文作者陈南 我是原媒体朗读者 雪山 欢迎您参加原媒体读书会 一起来增广见闻 增长见识 荒度岁月